然后我们现在把处理好的油样的话 放在这个平台上就可以 换之后的话 我们用手拖住这个底拖 把它带上去 塑点就OK了 然后我们点这个自动测试 因为刚才我们设置已经设置完了 直接点测试就可以 首先的话它会打一个负压 对负压打到我们那个受制的预值之后 它会维持一段时间 负压维持时间完成之后 它会逐步开始打这个正压 现在它开始抽取的话 就是我们一开始设置的一个 毛生的一个预电样 它在抽取这个过程中 是不进行数据计算的 然后现在它就开始测试了 然后测试的话 再打出来一个这样的屏条 然后屏流显示内容的话 也就是我们在答案输出里面 试着的这些内容 然后我们看这个屏幕的 它这个地方 是这个标准的一个 绿镜带的一个显示 然后它的右边 也就是它的每个预电段的 一个颗粒显示 然后在这边的话 就是它的第一次 或者说我们要设置三次或五次的话 它会显示一二三四五 每次测量的一个 预电段的一个等级 包括括号以外的话 就是括号以外 是它最终标准的等级 以及它最终的一个等级 最终的也ar struggle 要留你要去 我们就غ准的一千万